台湾电影《我的天堂城市》正在湾区上映 这部电影是关于宜乡人在纽约追逐梦想和遇到挑战的故事 导演表示有爱有梦想的地方就是大家的天堂城市 尹俊豪报道 我之前在地点上找到一本笔记本 上面写着很多纽约人的故事 正在湾区上映的台湾电影《我的天堂城市》 电影聚焦移民问题主要在纽约取景 透过三组异乡人的故事 描述在纽约这个追逐梦想的城市里 每一个人在生活上的挑战 当中有失戀穷困的留学生 有面对情感和家庭问题的夫妻 我都在忙工作 对我生气啊 没有 对我生气啊 我不怪你 你高约的怪我 以及喜欢Hip-Hop街舞的青少年海后爱情的故事 我打到我对妈妈控制了很多东西 看我的时候就感觉我可以控制整个世界 电影由于胜宜执道和编剧 并由宋文华、姜濤、姚信耀、艾曼和李嘉闻主演 当中的导演于胜宜和演员李嘉闻 确实有在纽约生活的经验 那究竟在导演和演员心目中 他们的天堂城市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真的每个人的天堂城市 我觉得他们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定义 可能有些人是实现梦想的地方 有些人是有爱的地方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 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然后呢可以找到爱与支持的地方 那第三呢就是有美食的地方 第一样就是有爱的地方 就是爱不单只是说伴侣 有伴侣当然是最好 我觉得何处心安事不加 而有爱的地方就令我觉得会心安 所以我觉得有爱的地方很重要 就是有爱很重要 第二就是有气魄 这个都是我梦想的地方 可以令我实现梦想的地方 第三就是有一张很舒服的床 导演表示想用三个故事来创造电影 当时是想建立一个纽约新移民的群像 但是在中间又巧妙地用了一些物品和场景 将三组人互相交绩 他就指因为纽约是一个密集 拥有900万人口的城市 人和人之间虽然经常拆肩而过 但是可能也巧妙地互相影响大家的生命 我讲新的就是希望有一种比较新的看法 就是我们移民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移民 他们可能有刚来的或者是他来五年的 他或者是来很久已经成家了 那这些都是移民 他们有各种不一样的心里面的一些 情感上的一些挣扎 或者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认同 自我认同上的一些挣扎 那所以呢 而且很多移民其实我们来 有时候就是来追梦 或是来找到自己的爱 或者是说建立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三组人在不同的人生代里面 面对不同的人生的问题 然后他们也都有一些移民 和异乡人带来的一些情感上的挣扎 所以是用三段这个故事来建立一个新的移民的群像 导演表示一开始选角的时候 打算找台湾演员和纽约的演员一起合作 想找一个色造器和跳舞的角色的时候 一开始并没有头绪 在那个时候监制就向他提议姜徒 香港有一个乐团很红 然后他们里面也许有一些人可以适合 然后他们给我了一些video给我看 然后给我看他们跳舞的一些片段 然后我才知道说 其实他们好像还蛮红的 就是跟江涛聊了之后 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也很妙 我觉得好像跟他聊起来还算蛮顺的 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亲切 然后他很明显他就有荧幕魅力 但这个不用说 这个就是他有 我跟他聊我就知道说 哎呀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红 他真的是有一个荧幕魅力 李嘉文 Jessica就表示 他从小在香港已经向往在外地生活 但刚刚来到纽约之后 发现梦想和生活始终是存在距离 纽约一开始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中的地方 还有好像一个电影场景的一个 也不像一个真实性质的地方 但是慢慢在生活下去 真的遇到一些难关之后 我就有怀疑过 就是哪里是家里呢 但是慢慢慢慢我就真的有将纽约变到 我现在真的觉得是家里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有一群很爱我的人 很支持我的人在这里 还有我在这里达成我的梦想 实行我的梦想 而认识了很多都是知同道合的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 纽约就是我天堂城市 就是我的家 26台记者 尹俊豪报道